好来看到东里的老人会馆 因为馆设老旧不堪使用了 那么有时候也会遇到大雨有漏水的情形 并且也没有无障碍厕所的空间 目前正在着手进行设施改善工程的计划 那么现场徐甄卫以及建设处 在逐一检视会馆的环境之后呢 也对于无障碍厕所的设施要求 务必要宽敞明亮而且要通风 让老大人能够安心来使用 复理箱东里老人会馆因为馆设老旧不堪使用 会遇到大雨常有漏水情形 并且又没有无障碍厕所 目前正在进行设施改善工程计划 那个厕所之前做的时候是 等于说没有考虑到目前的无障碍空间 所以说这次整修 一并就要做一个无障碍的修载 县长徐甄卫以及建设处在逐一检视会馆环境后 也对于无障碍厕所设施要求务必宽敞明亮通风 让老大人能够安心使用 东里老人会就是说我们屋园 接水去漏水槽整个都生锈了 那生锈当初有估计说要换白铁的 整周都坏掉 最后为了让长者有活动空间 也提供老大人舒适完善的空间下从事休闲交易活动 充实退休后的精神生活盛行健康 记者高双双不理香采访报道